我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 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父母就让我外出打工 于是我就来到了北京 刚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于是就选择了一家工厂 在这座工厂里 我每天都在勤奋的上班 但是有很多人看了 我是新人都非常的欺负我 只有我现在的老公 他不但没有欺负我 还愿意过来帮助我 从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觉得他人非常的好 就这样我和他两个人 慢慢的相处起来 时间久了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 于是没多久 我们两个人就同居了 在同居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人很好 总是什么事情 都会征求我的意见 并且每天早上 都会为我做美味的早餐 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他还会骑着车 带我出去玩一玩 因为我是农村人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衣服穿的也很朴素 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去买衣服 给我精心打扮一番 通过他这些表现 我就能够认定 他就是我这辈子 想要找的那个男人 然后我们就从厂里辞职 回到老家 他就去我家向我父母提亲 当我父母见到他的时候 觉得这个小伙子也非常的不错 于是就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在父母的办理下 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婚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过得也非常的幸福 当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有一天我因为呕吐严重 于是就和我老公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 得知我怀孕了 这让家里人很是高兴 因为我老公每天要自己一个人去上班 回到家之后还要照顾我 我不想让他每天这么辛苦 于是我就让我的婆婆 从老家来我们的婚房照顾我 在怀孕期间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公公婆婆 她们一直都是重男轻女的人 在我怀孕的时候 她总是要求我去医院做一个体检 查是男还是女 我听她这样说 我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 不管我是生男是生女 毕竟都是她们家的后代 她们怎么能够这样 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老公 可每次跟她说 她从来都没有说她妈妈的不是 而是让我不要和她们去计较 但是时间久了 她妈妈总是会挑我的理 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在外人面前 说我没有去检查 根本不知道肚子里面 怀的是什么东西 我越听越觉得生气 可是当时我处于怀孕期间 不能情绪过大 所以就没有去和她计较 没过多久 我就来到了医院生孩子 因为自己身体虚弱 没有办法顺产 可是我的婆婆 就一直让我顺产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当时我妈妈也在场 没办法 就把我的爸爸也喊到了医院 当我爸爸来到医院时 就没立刻跟医生说 尽快扑妇产 就这样 我顺利抛下了一个男孩 当时我婆婆她们虽然高兴 但是觉得我不听话 所以我婆婆当时就离开了医院 当我从产房出来的那一刻 我老公就直接抱着孩子 根本就对我不管不问 生完孩子后 我就回娘家坐月子了 自从那天离开医院之后 我就心里默默的发誓 一定要和她提出离婚 因为像她这种男人 永远都是妈宝男 不管她的母亲说什么 她都觉得是正确的 而以后我要和她 继续生活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的日子 会非常的煎熬 可是不管我说什么 她们都不同意 并且她的母亲 还跪在我的面前 请求我原谅她 就算我这辈子和她离婚了 我也永远都过不了这个坎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